过去两年病毒大流行期间 政府祭出行动管制措施 推出了一揽子的经济援助计划 协助民众渡过难关 但却有不法之徒趁机大发灾难财 反滩委员会正在追查一些涉及贪污毒质的 医疗器材和药物采购项目 以及其他涉嫌贿赂执法人员的案件 反滩会首席专员丹斯利·阿战巴基强调 绝不会放过不义之徒 反滩会首席专员丹斯利·阿战巴基 中午在布城的第三届大马反滩论坛上 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 在前线人员舍身对抗疫情期间 当局发现一些无良之徒 却利用民众的痛苦与不幸 借机谋取不义之财 包括贩售劣质的医疗用品 例如口罩和手套 以及贿赂前线执法人员 一 贿赂在医疗用品 二 贿赂在医疗用品 在医疗用品 三 贿赂在医疗用品 三 贿赂在医疗用品 例如飞机 衣服和其他 在医疗用品 阿战 巴基表示 谈谈会已经开档调查这些案件 必定会把违规者绳之于法 另一方面 谈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内一共展开829项调查 逮捕850亿人归案 当局扣押了1亿6200万令吉的资产 充公的财务总额高达51亿3000万令吉 而截至今年4月 反贪会已经启动379项调查 425人落网 单单在首三个月 当局已经扣押了总值1258万令吉的资产 充公总额达5900万令吉 阿战 巴基欢迎私人企业和反贪会合作 企业凡事筹办与防范贪污和教育有关的宣导活动 都可以享有酷税优惠 减免的金额为筹办活动的开销 打贪从小做起 他呼吁私人界积极配合反贪会速贪 在中小学府推展更多反贪运动 协助整肃社会的清廉风气 马信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